不愧是先帝呀 这么快就察觉到 可还是慢了一步 去问魔祖 先帝可真是急性 为了布下这道求帝阵 我们可是谋划了上万年之计 哪那么容易就被先帝陛下破台 求帝阵 小小魔祖也敢忘犯帝威 万年之久 请谁为祖我一瞬吧 当然不是 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信你 哈哈哈哈哈哈 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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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们 我原宗 正心魁首齐聚 这是万仙道路的意思吗 没错 要怪就怪你这仙帝当了太久了 几万年卫族出手 看来你不忘了 可以为仙帝 什么 想到路 陪我们千许 走 我 是仙帝的力量 灵魂也散了 我在此界了吗 哪怕舍弃一切 寻遍亿万世间 我也要找到你 秦玄 等我 你在 你在 这个也不在 好精纯的游魂 吻下它 我怕我的灸魅 能暴涨数倍 小子 给我停下 好可能 这是 第一位 这里 千许 终于找到你了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这个废物 敢娶前哨的女人 当然是活埋你呀 我错了 饶了我 晚了 下辈子 记得遵守本分 别靠近 不属于你的女人 就这废物 还想跟前哨做对 快走吧 此人体内 居然有我的婚礼波动 恐怕是我 遨游万界 所遗留的魂力碎片 飘落此界所化 难怪天生吃傻 还与我一般模样 没想到我 魂游万界这么多年 都没有找到千许 却在这个万界一角 被我无意遗留的 魂力化身先行找到 真是秘密弄人了 千许 我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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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雪 那个凌云就是个傻子 你干嘛为了一个傻子执迷不悟 小雪 钱还早就钟情于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 赶紧踹了那个傻子吧 我与凌云毕竟有着婚约 你们今天这样大肆宣扬 岂不是要断了她的生路 这些年 人人都知道我寒假招了个废物女婿 不这么做 钱家怎么会同意你嫁过去 爸 凌云她虽然吃傻 但这些年来却视我如至亲 我不能眼看着她自生自灭 爸可是为了你好 今晚 你必须当着全城的面 与凌云解除关系 你们 不用再听那个废物吵响了 她已经永远消失了 永远 哎呦 钱少 怎么来了也不通知医生啊 消失 一个傻子而已 让她消失就得了 弄这么麻烦干嘛 是吧 秦雪 就是 一个废物罢了 还用得上让全城的人都过来 只有钱少和韩小姐的婚事 才够资格让全海城来见证 既然那个废物已经消失了 小雪 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 小雪呀 钱家可是海城最大的财团之一 钱少身为长子 不比那个废物强多了 你还有什么可想的 这些年来 你们为了巴基钱家 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将我卖给钱家 和淑金 你们却连傻子都不放过 我永远不会加入钱家的 快看 那人抬的什么东西 看样子 好像是韩家的傻子坠血 哼 那个不是棺材吗 这个傻子怎么拖着一口棺材 这黑棺 这黑棺 是我给那个废物准备的 怎么会在这 难道 是他 那个废物不是被活埋了吗 他到底是人是鬼 林云 你来干什么 快走 你这个废物 没死就好好地躲起来 兴许还能苟活一生 干嘛还要来送死呢 一个武者都不是的废物 居然来送死 还特地把棺材都带来了 真是周到 这棺材 我是还给他的 大胆 就凭你个废物 也敢侮辱前上 给我去死吧 死了 死了 发生什么了 残 残鹰腿 酒鬼秘书之一的残鹰腿 怎么会被一个连武者都不是的废物用出来 不可能 一定是我看错了 这个废物 怎么会献腿 我不信 我没看错吧 那个寒家坠序 居然敢动手 传闻那个傻子坠序 是个连武者都算不上的废物 但刚才 我连他出手都没看清 他真的是 凌云 怎么感觉有些陌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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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敢还手 笑一个 该拧了 装神弄鬼 看看你这一副生怕陋怯的模样 暗中排练了很多次吧 没想到你一个傻子 居然会用暗器 暗器 没想到你一个傻子 能用暗器杀了我这么多手下 你这个废物能做到这份上 这辈子 也足以自傲了 不过你这个暗器 也就能用一次吧 接下来 我就会让你知道 你会后悔 没有死在城外的泥土中 不可能 他居然跟上了我的速度 你既然赶着送死 那我就让你插个盾 放开我 你敢逗我 这海城谁也保不了你 反了反了 寒家坠去 居然敢对钱家动手 恐怕这海城以后 再也没有寒家了 雷云 你敢对钱家动手 需要让寒家陷入万界不复之地吗 你这个废物 还不快助手 钱家咱们惹不起啊 郭噪 敢在钱家的地盘里撒野 我要让你死不葬身 我要让你死不葬身 嗯 响 男人 闻 鸡 里 Mm estado fá 我们 爸 你可算来了 他们韩家这是要翻天了 经脉尽断而死 好狠的手段 大 大哥死了 我要让那个废物血债血偿 钱家主居然来了 这韩家怕是渡不过今天这个坎了 韩家主 这是你的意思 钱 钱家主 你听我解释 作怪这个废物 是向我韩家控他在劫难逃了 你这个废物 还不快跪下认错 你不要让我韩家死无葬身之地吗 钱石混吃等死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敢给韩家惹出面门之祸 还不快跪下 跪下 你们最好让他们快点跪下 或许 我还会考虑要不要放他们钱家一马 你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自己找死 别拉着韩家 你是说 如果我们不立刻给你下跪认错的话 你能灭了我钱家 没错 我没听错吧 这个韩家坠戏居居然能说出如此狂言 嗨 傻子坠戏嘛 估计是又在说傻话了 凌云 我钱家在海域立足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挑衅钱家 钱家 你们钱家在我面前又算什么东西 好 很好 今天就是十个韩家 也保护不了你 你这个废物 今天要痛破天不折 钱少 我韩家今日本想将这个废物逐出家门的 这个废物今日所作之事 与我韩家半分关系都没有啊 谅你们韩家也不敢 来人 凌云 今日之事因我而己 与你无关 你赶紧走吧 小雪你疯了 这个被我今天所作所为 都是自己找死 还不赶紧和他话亲接下 小雪 这个时候了还犯什么傻呀 还不快快过来前哨身边陪罪 这些年来 你一直忍受重重非议侮辱 保护我 今日起 我不会再让你再受任何委屈 接下来 该我保护你了 凌云 你真的变了 跑一出恩爱的戏码 你杀了我大哥 本少想让韩家 一同陪你下葬 现在本少给你个机会当英雄 只要你自断自知 爬到本少面前铁鞋道歉 然后献上你的宝贝老婆 祈求认错 我就考虑放过韩家 如何 我的 晚了 还不晚 我可以给你考虑 我自断自知的时间 我给过你下跪道歉的机会 你 你还真想灭我钱家 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我就让你知道 为何在海城 没人敢留我钱家 给我上 让你就这么死了 真是便宜你了 这就是得罪钱家的下场 消失了 不可能 我说了 钱家 在我面前 损什么东西 好猖狂的小子 你们愣着干嘛 还不快废了他 别喊了 他们 听不到你的命令 我 发生什么了 这铃鱼 莫不是厉鬼来 锁命来了 我只看到那铃鱼 跺了一脚 这些人就 死了 都 都死了 鬼啊 鬼啊 铃铃 滚开 你 你 你不要过来 李 李少 不是我要杀你 都 都是我罵出的主意 说要给韩战一个下马威 混账东西 你说什么 李 林公子 少年应解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隔罪了林公子 好难缠的小子 看来李老 亲自出手了 进去吧 林 林公子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只求能饶我们一命 还有你这个败家东西 还不赶快给林公子磕头认错 我说过 晚了 不晚 不晚 刚刚好 去死吧 换云刺 好 好 好 B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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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凌云你居然还会做饭 还这么好吃 喜欢吗 喜欢我天天做给你吃 我照顾了你这个傻子这么多年 你当然得好好补偿 什么 爷爷出事了 秦璇 怎么了 爷爷他快不行了 我得赶紧过去一趟 我和你一起去 有我在 爷爷会没事的 说不定能帮上医生什么忙 我们走吧 灵魂 爷爷他怎么样了 情况不妙 你还是赶快进去吧 站住 姐 你怎么还带着宠物入内啊 你说什么 他可是你姐夫 没事 秦璇 你先进去吧 我马上滚 那我先进去了 灵魂你尽快 呸 不是不让你进 宠药是怕你这个傻子进去之后 会发疯捣乱呢 我劝你赶紧让开 不要耽误了爷爷的病情 哟 听你这意思 我要是让你进去 你能把爷爷的病给治好 没错 让我进去看看 爷爷兴许还有救 我没听错吗 你这个傻子居然说自己会医术 果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笑死我了 让你进去也不是不行 把这块地舔干净 让大家看看 你这只寒家养的狗听不听话 灵魂 你从哪儿学的训狗 吓死我了 还是灵魂你会找乐子呀 想进去救爷爷 就听话 如何 灵魂 你不会真信这个废物懂医术吧 傻子才信 没看到灵魂是逗傻子玩的 等 赶紧清理 我还真想见识一下 你这个傻子姐夫怎么出手行医呢 既然你这么想见识 那我就满足你 你要干什么 快放手 当然是 灵魂请你干净的 你 你居然敢动手 这 还不会放开他 你说的我可都照做了 这回可以让我进去了吗 还是说 你们想见识一下我的医术 不用了 灵魂还是赶紧进去给爷爷治病去吧 是啊 灵上的医术 我们还是信得过的 这灵魂不是个傻子吗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看来不是流言 我听说昨日在五站酒店 灵魂 你终于来了 不是都说了吗 我师父治疗时不能打扰 怎么又来一个 我听说你 能不能打扰 对 我不能打扰 对 我不是生气 听说了吗 你 我 点 你 我 我 你 我不能打扰 你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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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可能 鬼门十三针 没错 一定是鬼门十三针 不会吧 你这个傻子 不会以为这凭几根针 就能把人救活吧 无知 师父 你看这个寒家废物 没想到售书中的鬼门十三针 居然为一个傻子施展出来了 师父 你说什么 师父 这个废物拿几根针插一下 就想把人救活 真是太好笑了 我看你才是废物 没见识的东西 这是十传上青年的上古医术秘迹 鬼门十三针 可活死人 肉白骨 上古遇见 怎么会 看来传言是真的 昨日寻家家主被人灭了 根本不敢完事 据说是一个龙广强者弹的 应该就是这个寒家坠续 这么说 这个傻 明明 是寒家的影视高手 那咱们刚才那么嘲讽他 你赶紧给林明子道歉 得罪了龙广强者 否则咱们两个能承受得了的 小 小雪 我 这是 是 太好了爷爷 你终于醒了 方才有眼不知泰山 冲撞了林小友 还请原谅老夫 林公子 我 我有眼无珠 你大人有大量 现在没空搭理你 贵客道夫 回burg 小雪 乖 小雪 可 小雪 从我们豹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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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去 走 走 子蛋 全被那些细针挡住了 鬼门十三天居然还能这么用 什么人 居然敢光天化智的袭击寒家 应该是钱家的报复 你们就在这里不要走动 我出去迎接一下客人 还有好多准 一起戴上吧 不要轻敌 放心 对 三根足矣 头儿 对付一个傻子废物 至于这么心事动众的吗 你懂什么 听钱家传出的消息 说这个傻子 是个韩家隐藏的龙绑强者 龙绑强者 我看钱家就是被吓傻了 我纵横海城这么多年 没听到哪个龙绑强者 和韩家的这个傻子的描述符合 对啊 就算那个傻子坠序 真是个龙绑高手 就刚才咱们这一轮火力攻击 只怕只剩下高手碎片了吧 是啊 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就算是龙绑高手 也挡不住子弹不是 我听说老板为了对付那傻子 还起了龙绑级别的杀手 头儿 是真的吗 在这废什么话 赶紧去确认尸体 说说也不行 他 他没死 他 他没死 居然猴发未损 快 继续射击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只看到一道寒光 他到底干了什么 你们这些不速之客 我不是很喜欢 不说出是谁雇佣了你们 欧迪斯 那是真 那小子居然用真就能废了我们的手腕 那是个用暗器的高手 既然如此 那小子却用暗器的高手 迅速拉进距离 不给他用暗器的机会 老子最烦你们这些用暗器的废物 暗器的东西一无是处 给我死吧 还敢葬死 你到底是谁 龙王上 可没你这好用暗器的强者 我是谁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说吧 到底是谁让你们来的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连一个废物都搞不定 还要我亲自出手 谁 谁 居然还被这个废物打得跪了一地 老板的脸都被你们给丢尽了 陈 陈哥 你可算来了 陈哥 这小子的暗器实在太邪门了 估计是个龙绑高手 兄弟们实在搞不定啊 暗器 我们龙绑上 可没有用什么暗器这种歪门邪道的废物 你小子 就是寒渣那个用暗器的废物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废物和真正龙绑强者之间的加剧 你是这群人的老大 说出谁派你来的 我可以饶你一命 饶我一命 自到我沉默登上龙绑之后 这么多年来 还没有人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我给过你机会 既然如此 怎么回事 他什么时候到我背后的 那是我的鸡 说谁派你们来的 我来的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 我说 是江南王派我们来的 饶了我吧 早点识相 别省得吃这些苦头 林少说的是 该说的我都说了 那小的就不打扰林少了 等等 你带来的垃圾 走的时候 还用我提醒你带走吗 是 是 林少 我 我这就带走 林云 没事吧 我没事 林公子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有事 韩小姐 你太多虑了 听她这么说 千轩你刚才很担心我 谁知道外面什么状况 对了 林云 那些人到底是谁派来的 是江南王 江南王 他怎么会对韩家出手 他的目的不是韩家 而是我 看来 江南王与钱家世代交好的传闻是真的 江南王盘踞海城多年 不是钱家能比的 放心 想要我命的 凭他还不够资格 你说什么 陈墨被那小子一招就给杀了 能秒杀陈墨 恐怕那废物 就算在龙绑中 也算得上高手了 韩家真是藏得够深啊 既然如此 却能从韩家身边的人入手了 听说了吗 韩老爷子被治好了 都只剩一口气了 这也能治好 我听说当天韩老爷子的住宅还被袭击 不好好练拳 你们在这低谷什么呢 徐师兄 今天怎么是你来授课 陈师兄呢 陈墨他 他今天有事 怎么 我来带课你们不满意 被徐师兄指导 是我们的荣幸 小李 发生什么事了 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是 是韩 给你们三分钟 让江南王出来 否则这拳馆 发生消息 住口 我师父岂是你想见就见的 有人赶来江南全馆踢馆 真是活腻了 我认得你 你是那个韩家坠婿 师父他可不是你们韩家能惹得起的 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傻子坠婿 这是韩家没关住大门 让他跑出来了 这个废物 犯傻也不看看地方 别给他废了再说 省着到处惹事 你们还有两分钟 既然你这个废物这么着急送死 那就成全你 什么 还有意思 这 这个废物怎么会这么强 怕 怕什么 徐师兄可是龙绑强者 对呀 大废物再强 能打过龙绑强者 徐师兄 废了他 让他知道挑衅江南全馆的代价 你这个废物居然专重来这里找死 那我是成全 是不成全 徐师兄这一招 可是击发过龙绑强者的 徐师兄真起杀心了 不 不对 你们看 不可能 这个废物居然如此轻松的 只接住了我这一招攻权权 时间 先 绕 我 不要 扭了我 我带你们去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徐 徐师兄这就死了 连一招都没撑过去 灵 灵莎饶命啊 我 我这就带灵莎去找世 江南王 我 我早看江南王那个老家伙 和他这些青春弟子不睡眼了 灵烧杀得好啊 这小子果然不是一般的龙绑强者 张庆 你去一趟吧 是 师父 既然你们这么恨江南王 那你们就先下去等他吧 你 你干了什么 这是什么妖法 差不多了 收手吧 你能够轻松杀死陈墨和徐林 实力就算在龙绑之上也能排名靠前 不过 你未免有些太子大了 是大师兄 大师兄回来了 我们有救了 你是他们的大师兄 江南王在哪儿 还想着见我师父 你在韩家装疯卖傻这么多年 难不成演路戏 真傻了 非要找死 看来你确实知道江南王在哪儿 给你三分钟 带我去见他 三分钟 中了我的烟鬼针 用不了两分钟你这个废物就会死 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实力 但在强者面前还不懂退让 就难免夭折了 原本你胆敢招惹我师父江南王 就是死路一条 但我这个人比较稀才 可以给你一条生路 你身为韩家的隐藏高手 相必有足够的话语尘吧 我给你三个条件 一 献出你韩家全部的资产 二 归顺我师父江南王 至于三嘛 听说你老婆韩千雪颇有姿色 我给了你选择 选择? 我给你的可不是选择 任何一条达不到 你和你韩家都得死 到过去这么久了 毒素怎么还没爆发 你说你必要选择死路 发 发生什么了? 我怎么 没发肚胆了 江南王在哪儿? 赞 全管暗示 自禁吧 不可能 这小子仅靠气势 就能做到这一步 莫非这小子 并非是龙绑强者 而是传说中的玄 盖死 以那小子的实力 人之威胁 简直就是笑话 只能先逃跑 日后再找那小子算账了 是让他给逃了 这是什么? 你是 凌云 凌云 没想到是你 你这个禽兽 你认识我 我想你误会了什么 没想到 你在千雪身边 伪装这么多年 我可是千雪最好的朋友 你只要对我下手 千雪的好朋友 看来江南王 要把此女 当作寒假的把柄 你未免想的也太多了 千雪真是瞎了眼 嫁给了你这个义官亲生 你 你 只能先这样 先让她冷静一下 待会去让千雪跟她解释吧 这 这里是 千雪 你醒了 千雪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好一些了吗 好你个凌云 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千雪 就是这个禽兽绑架了我 要对我图谋不轨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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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人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又不是这个废物 钱家怎么可能会和韩家决裂 韩家怎么可能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小雪 不是我不相信凌云 凌云她最近所展现的能力 的确是非同凡响 只是 凌云她再厉害 也不可能凭空把材料弄出来啊 爸 你们 既然如此 不妨咱们来打一个赌如何 什么赌 我若拿不出朱炎丹材料 亲自前往钱家以命赔罪 保证钱家不计钱嫌 恢复与韩家的合作 没想到你这个废物 居然有如此觉悟 若是我拿出了朱炎丹 把你的韩氏集团副总裁的位置 让给千许 这个废物还挺会给老婆着想 居然还惦记起我这个位置 怕了 不敢赌吗 怕了 你还真当自己是神仙了 这个赌约我答应了 我这就去准备新药发布会 恭候林公子的大驾 小云 有你这个龙绑强者在 韩家即使遭变也能东山再起 何必要立下这个赌约呢 爸 你就相信林云吧 他给我们的惊喜还少吗 这个势力因为距海城极远 我韩家并未预期交往 就算你能与他们达成合作 路途遥远 回来恐怕也赶不上发布会 但却是我唯一能给你的帮助了 我说过 我能解决 我 你 你们也去准备发布会吧 我去去就来 我去就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记者,你前些日子不是说韩家与钱家决裂 这新产品不是无法研发了吗 我的情报岂会出错 这次的发布会肯定是宣布新产品终止研发的 咱们在发布会上对韩家落井下石 就会将韩家打入谷底 落井下石?咱们和韩家也没有仇 为何要这么干? 韩家和我们没有仇 但是和其他人有仇 我跟你说 新产品的核心材料渠道 可是把握在钱家手里 你的意思是打压韩家 钱家会高兴 然后打压韩家 不过能赚韩英之那个女人一笔酬劳 想必钱家也会因此抽携 真是一箭双雕 来了 发布会要来了 那不是韩清雪吗? 怎么会是他主持发布会? 欢迎各位来到韩氏集团发布会 这次发布会的目的是 宣布集团即将开售一款 新的美容养生产品 名为助言丹 什么?继续发布? 难道韩家与钱家已经和解了? 不可能 韩家与钱家如此的深处大恨 怎么可能和解? 助言丹是韩氏集团耗费数年 精心研发的呕心沥血之作 服用之后可去斑去皱 乌饭明目 青春常铸 去病延年 等等 听你这么说 你这助言丹 岂不是能够返老还童? 韩氏集团难道研发出了仙丹不成? 是啊 韩小姐 牛皮吹得也未免有些过了吧 返老还童都说得疏口 韩氏集团在海城 也算有头有脸 怎么会如此口误遮拦 望下海口? 我知道诸位有众多疑惑 是不是噱头 到时候一看便知 哦? 这么说 你们还能拿出食品? 没错 过后我们会给大家展出食品 得了吧 助言丹的核心材料 只有钱家有 现在钱家怎么会提供材料给你们? 什么? 助言丹的核心材料 把握在钱家手里? 这孩子集团越来越不要脸面了 既然如此信口开河 该不会你韩氏集团要拿假过来糊弄我们吧 真是狗急跳墙了 不会的 我们保证是真正的助言单 要孝如同我说的一致 哦? 你凭什么保证 凭你这张嘴吗? 韩氏集团推出如此重磅产品 剩你出面 有些不够资格吧 你们的韩总呢 韩总在哪里? 那个废物基于我的位置 你们还嫩了点 假药? 既然你这么笃定 那你不妨亲自试试 到底是不是假药? 你是 凌云? 凌云 你找到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助言单 那么 到底 不行 万一我持住问题 就没法给公司交代了 你们不是说助言单能够反老还童吗 就让他试试 大妈 不要慌张 这可是你们公司的新产品 不会出问题的 对吧 林公子 这就是你们吹破天的助言单 你们是真不怕闹出人命啊 阿姨 你在这里干了这么久 知道我们的为人 放心吧 啊 我相信韩小姐你们 这也没什么变化啊 会不会是假的 没有变化 你们这就是没有药上的假药 我现在看你们怎么解释 我现在看你们怎么解释 假药 韩氏集团居然明目张胆地发布假药 哼 这回韩家 是跳进黄河也洗不干净了 解释 现在药校已经盛下 不妨你再看一眼 韩小姐 我这是 这 这是 真的烦恼还童了 助言单 助言单 只有如此逆天功效 报到 赶快报到 仙丹教室了 既然真的有能让人烦恼还童的药 这凌云莫非是天神下凡不成 凌云 多亏了你 发布会圆满结束 不 没结束 戏 看够了 你 你 看够了 我 看够了 我 看够了 看够了 那о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我在公司等你 不要忘记我们的赌约 你搞的小动作 我可以当作没看见 你就是韩家两的一条废狗 竟然敢如此对我 给我等着 韩氏集团因为助言丹的发布 股价短短时间暴涨了几乎一倍 丽语 有你在 我韩家君临海城 知日可待啊 虽说助言丹不能罚老还童 但是仅凭恢复年轻容颜 令语 你这是拿出了一枚仙丹呢 现在海城所有的财阀世家 都盯上了韩家的助言丹 不知是福是祸啊 韩总 整个海城的所有义美集团 都派出了代表 想要与韩氏集团商谈合作 看来该来的还是来了 让他们去会议室等着吧 既然他们都是为了我的助言丹而来 我就会会他们 到时候让千雪与你一起过去吧 你现在已经是韩氏集团的副总裁了 副总裁 我 你们跟英知的赌约我知道 从今天起 千雪 你就是韩氏集团的副总裁 这韩总好大的威风啊 将我们晾在这这么久 还只是刚发布 就如此目中无人 这要是助言丹正式发售 那尾巴不得撬到天上去 绝不能让韩家一家独大 咱们必须让韩家交出配方 对 这韩家如此面目 如果利用助言丹一飞冲天 必会对海城其他财阀狠狠打压 对啊 对啊 说的没错 说的没错 必须让韩家交出配方 哼 十几家海城财阀世家联合施压 你们若交出配方 就是断了韩家的崛起之路 想抢我副总裁的位置 我看看你们现在如何解决呢 哦 那是凌云 韩家居然派来个傻子来应付我们 这就是韩家的待客之道 韩千雪小姐怎么来了 旁边那个是不是她那废物老公啊 这韩家真派傻子来接待我们 真是欺人太甚呐 待客之道 韩小姐是韩氏集团新任副总裁 诸位是觉得本公司的副总裁 不适合招待大家吗 副总裁 不是韩英芝吗 怎么变成她了 韩小姐来也就罢了 但你这个废物老公来是怎么回事 真当你韩家登顶海城了不成 我不来 你们找谁去要配方 听你这么说 你不光知道了我们的来意 不错 朱元丹的配方是不会出售的 大家请回吧 韩小姐怕是搞错了一点 这里的所有人代表了海城过半的财阀是家 我们可不是求你韩家卖出配方 韩小姐 韩家卖出配方 有钱大家一起赚 何乐而不为呢 对呀 说得没错 对呀 说得没错 副总裁可不是这么好当的 千雪 你们还是太嫩了 你们 怎么 你们打算 抢抢了吗 交出配方 你韩家尚有一条活路 不然得罪了我们 只怕你韩家有命脉 没命花 真是跑大的手 你们应该就是各自世家隐藏的龙榜高手吧 还真是傻子 在场的足足有十三名龙榜高手 你这个傻子坠血 难道还真以为能与我们抗衡 十三名龙榜强者 你们居然动手强夺 疯了不成 这助言丹可是称得上返老还童的仙药 对他们这些世家来说 没有比命更重要的了 不过 就凭这些人想动手抢奴 够资格 这小子什么时候出的手 能将暗器运用如此一步 只怕足以威猎龙榜前列 寒家当真堂的极身 就此离去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然我不介意将你们这些世家的底牌撕去一张 多谢林公子饶命 我这就走 多谢林公子饶命 多有打扰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好手段 这就是传说中的鬼门十三针 你女的血 恐怕足以威猎龙榜前四十 浑身龙气环绕 难道此人是陈家的 陈家 莫非是那个祖上的龙王真传 世代皆为海城的护城陈家 陈家居然也对寒家出手了 龙榜三十 陈吉 此次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凌云 你这个飞舞再厉害 难道还能斗得过陈家吗 你们这些世家 真是灭 幻龙长 莫说只是个虚影 就算是真龙来了 也得给我俯首称臣 发生什么 我的坏龙长被他一声冷耕就击碎了 好快 什么 陈家的龙影工 居然失效了 怎么会 他可是陈吉啊 他 他杀的可是陈家人 龙榜三十的强者 一招就没了 赶紧回去通知子妹 这韩家以后千万不能招惹 这个废物 难不成发现了我 这个陈吉真是成事不足 连个废物都杀不死 这个废物 连陈家都对付不了他吗 真是难缠 你是 灵云 再算算我们的账吧 你就抓了这个女人回来 那灵云能上钩吗 灵云当然不在意这个女人的死活 但是她老婆在意啊 这 这里 是哪 江南王 我承陈家家主陈正豪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让人来救你吧 你们是拿我当诱饵 来引灵云过来 怎么 你不是千方百计的 想要除掉那个灵云吗 我们这可算帮你一个大忙啊 喂 姐 你去哪了 小 小雪 我 小 救我 什么 姐 你现在在哪 我姐她被江南王绑架了 灵云 你想想办法救救她 你姐她处处与我们作对 暗中不知使了多少绊子 这是她咎由自取 不是这样的 鹰池姐以前对我很好的 她在哪 海 海城郊区的废旧铁皮巢 等等 他们抓住我姐 恐怕就是引你过去的陷阱 你难道要直接过去吗 你老公我神通广大 凭他们还没资格伤害到我 千玄 你就放心吧 那 那你小心 陷阱 有趣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这些不过就是笑话罢了 家主 林云那小子 已经到门口了 好 抓活的 我要将他临时处死 以报我弟弟之仇 是 正法 龙影 神家也在 神家也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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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会叫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雕虫小技 可敢出来一见 不用找了 已经走了 一击不中就逃跑了吗 哪来的老鼠 这是什么 寒假有难 你 如果不想让韩千雪被炸死 就独自一人前往卧龙庄赴约 是盘龙慧 他们在韩家埋下了炸弹 盘龙慧 韩家的仇敌 盘龙慧在海城非常低调 神秘非凡 没人知道盘龙慧的具体实力如何 但属下从未听过韩家与盘龙慧解下仇怨 不过属下听说 盘龙慧的头目 对尊主的祝颜丹兴趣极大 又是为了祝颜丹而来 带路 随我去会会这个盘龙慧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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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子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我们的弟兄 马上要进来了 实力果然不容小觑啊 既然如此 把那个放出去吧 要放出那个东西 老大 你不留活口了 既然他嫌我的怀疑一事不够隆重 那我就再热烈一些 别 别杀我 快 往外面逃 陈 陈正豪 你没死 不好意思 让你们失望了 尊主有令 不许任何人踏出卧龙庄一步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自讨古诗了 完了 这下真没活路了 睡的 不许有动机 哈哈哈哈 好浓重的杀气 看来要稍微认真一点啊 没死 而且没有痛觉和灵智 这是 炼尸之法 看来盘龙会也不是什么干净所在 怎么样 这个欢迎仪式 满意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们 是用的活人 把炼尸之法用在活人身上 灵公子 好严厉啊 不错 这些改造人 是在活着的时候被改造 成功力极低 只有强大的舞者能够成功 而且成功之后 还没有理智 不过听说灵公子的助言 但很是神奇 如果我们合作 想必能够创造出最完美的改造舞者 到时候 称霸海城对我来说 以炉反掌 灵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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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想如何呀 称霸海城 哼 就凭这些非人的东西 可笑 可惜了 灵公子的意思 是不可合作 那就再让你感受一下 他们的威力 还有 还不配和我谈合作 保情的机制 如果是一般舞者 现在恐怕已经被你吓得屁股尿流了 这些改造人 可是不知道恐惧的 是吗 不可能 吃一些东西没有理智 怎么会惧怕你 安息吧 谢 明 下 接下来 你该下去陪他们了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 你别过来 只要我按下按钮 寒假一瞬间就会因为平地 你不管你老婆的死活吗 你可以试试 这是你逼我的 让你老婆 给我陪葬吧 什么 七明剑 这难道是 複身中的六脉神剑 这招 早已失传上百年 你怎么 这就是你的遗言 你 你不能杀我 我盘龙会可是与海城 欧阳家关系极实 你杀了我 欧阳家不会放过你的 欧阳家 算什么东西 欧阳家可是有老祖做真的 欧阳老祖是被人称为人徒的顶级强者 你不能动我 说完了吗 难道这小子 真的把我让家吗 老大 兄弟们都被我召集过来了 孙主 卧龙庄被盘龙会的人给包围了 老大 来了 就是这小子 让我们盘龙会集体出动 就算你真的会六脉神剑又如何 现在我盘龙会全部人马到场 你如何抵挡 孙主 虽说来的盘龙会人马没几个是龙膀之人 但是人数太多 场地狭隘 以多实相 还是以突围为主吧 现在 我给你两条活路 交出助言单 发誓效忠于我 饶你不死 二 此段双臂 跪拜求饶 我可以留你一条狗命 盘龙会的人马都在这 剩 蠢祸 还看不清形势吗 既然你执意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好 快走 这就是 大荒山神剑的六脉神剑吗 竟有如此威力 既然都在这儿 那就省得我去一一清理 你 怎么可能 老大死了 上 杀了这小子 给老大报仇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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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说一个几百年的小家族 就算是大荒山的魔神出了 也只是只楼也罢了 快去吧 是 是 尊主 那欧阳老祖 能从大荒山中活着走入 只怕实力与尊主不相上线 尊主他还如此狂妄 实在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啊 什么 盘龙会一天之内被人满门斩灭了 千真万确 家主 现在沃龙庄还是血迹重天的模样 什么势力 竟然能一天之内将盘龙会连根爬起 难道是大荒山内又有人出事了 家主 属下听说 在盘龙会被灭前 曾有一人踏入过沃龙庄 是谁 韩 韩家坠绪 凌云 韩家 早听闻韩家有一个隐忍多年的强者 没想到强盗能轻而易举地灭了盘龙会 去 将静儿和廷儿叫来 是 韩家 真是藏得够生啊 父亲大人 赢下我们 你们 去韩家 替我取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把韩家那个废物坠绪的向上人头 给我取来 直接命令韩家 交出那个坠绪的人头不就好了 区区一个韩家 除了赵座 还有的选吗 你懂什么 据可靠情报 那个凌云不光杀了江南王 收服了护城陈家 还在一天之内 途径盘龙会 一天之内 就是我也做不到 怪不得父亲让咱们一同前往 多亏了凌云呢 咱们韩石集团 现在可非同一般了 前一阵 前家还主动上门致歉 以求合作呢 凌云 凌云 姐姐夫 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敬你一杯 凌云 你以前没少针对凌云 况且你之前被绑架 可是凌云救你出来的 还不快去敬酒 凌 妹 妹夫 我对不起你 我向你谢罪 自罚一杯 就是这里了 听声音 好像在家族聚会啊 真享受啊 这可是你最后一顿饭了 凌云 往事已经过去 我已经不在意 以后你们要切记 不要目中无人 仗势欺人才是 对了 凌云 你救了我姐 没和我姐回来 去哪儿了 回来的路上 顺便打扫了一下垃圾罢了 而且 还没打扫干净 打扰了 我们是来取一样东西的 凌云 将你的人头 交出来吧 你是什么人 敢擅闯寒家 哟 现在寒家 在海城如日中天 韩家主 连我欧阳家都不放在眼里了 在下欧阳静 奉家主之命 取你韩家 这须的向上人头 欧阳静 欧阳静 这么说 旁边的这个女子 是她妹妹欧阳静 是几十年前就出事了吗 怎么会如此年轻 这其中恐怕有什么误会 两位要不上桌详谈一番 我们可不是和你们商量的 我们是来通知你们的 凌云你乖乖受死 免得寒家再受你牵连 凌云他除我欧阳家下属 盘龙会满门 此事绝无回转余地 啥 凌云 你居然灭了盘龙会 凄软怕硬的废物 见到欧阳家的人 就吓得不敢动了 鞋子 那我就七孙亲自过去 举你人头 好 咪 好吧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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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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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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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咱们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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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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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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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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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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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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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 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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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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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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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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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文字幕志 字幕志 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 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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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